金屋重重地坠落在地面之上 翅膀破损的地方已经干涸 鲜血流淌不出来就被蒸干 这也恰好堵住了他的伤口 不至于让他流血而死 金屋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内心当中的绝望之意更浓 他猜测到了赢甲难以应对 可是根本没有想到 赢甲的实力竟然会超出他如此之多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对方绝对是黑战车级之上的实力 甚至不止于两万点 而是更高 高到让他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的程度 呱呱 绝望至极便是愤怒至极的时候 金屋此时彻底疯狂了 仰天发出了怒吼 老介给我出动爱之死神 老子顶不住了 金屋的确是疯了 他竟然打算要和对方同归于尽 而此时的指挥中心 纪长海的身边围着许多高层 他们都死死盯着纪长海 满脸焦急 纪帅我们快撤离吧 这次来袭的敌人 不是我们能够抵挡得了的 纪长海一脸猙獰 他猛的一拍桌子 骂了个八子的 都给老子闭嘴 套 能逃到哪里去 东北大区失守的话 我们也全都该死 老子可不想做信张的二世祖 大不了 和他们拼了 给我把爱之死神的发射舱打开 实在不行 就同归于尽 他一声令下 身边的高层们 不管怎么哀求 纪长海都不予理会 军方这边 已经打开了爱之死神的发射舱 而这边的动静 同一时间 全世界各个区域 都能够感应得到 一时间 世界各国都被惊动 不过大部分的国度 都知道 在这里发生了神秘文明的袭击事件 各国的反应并不相同 有的惊喜 有的震惊 有的恐慌 可是 周围国度也做不到 及时前来救援 只能够选择静观其变 莫说是他们 就连距离最近的圣经大区 也因为考虑到 圣经可能会遭到袭击 而不得不收紧战圈 形成了 以圣经城为中心的防御圈子 赢甲回过头来 看向金屋 一道巨大的焚天烈焰 直奔他而来 哄 火焰汹涌的 仿佛要焚毁奉天城一般 哪怕是隔着数千米远 皮肤表面 都会有被灼烧的刺痛感 但是 面对这样的攻击 赢甲却没有丝毫反应 只是非常单纯的 举起手中巨大的弯刀 然后一刀劈了下来 呼 他一刀 掀起了恐怖的风暴 没有异能的余波 仅仅是因为 力量过于强大 出刀的速度过快 而引动的风暴 这一刀 直接将席向他的烈焰 劈成了两半 实力的差距 大到让人绝望 即便是寒山左 千锤百炼的身躯 即便是他坚硬程度 几乎不输 爱德曼金属的金乌体魄 都挡不住眼前 赢甲艺人的轻轻一刀 对方 是极致的强化戏的艺人 单纯靠体魄 便能够摧毁一切 而黑白统领 则是加入了 对猛虎卫的青嫂当中 东北武仙当中 柳仙与灰仙战死 东北大区最顶尖的艺人 在这名老牌伊普西龙的面前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呱呱 金屋的眼角 流淌下精英的热泪 他的内心 已经彻底绝望 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 他们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恐怕今天东北大区 将会彻底 从华旭国的版图上消失 而他们被灭亡之后 其他大区还能够存在吗 金屋此时 如果想要逃走的话 一眼前强化戏 赢甲艺人的速度 必然无法追上 一只翅膀的他 同样可以凝聚火焰为翅膀 死 都给老子死 纪长海 你还在等什么 寒山佐的声音 震动了整个凤天城 当然也传入了纪长海的耳中 他手中的钥匙 已经插入了控制箱当中 打开了开关 右手的食指 放在发射按钮的上空 颤颤巍巍 满头大汗 不知道是否应该真的按下 轰 轰 轰 有想要乘坐飞机逃走的人 在飞机升空不久之后 就遭到了轻甲战士的击落 没有强大一人的保护 单纯凭借现代化交通工具 想要逃走 也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金屋的眼睛里流淌着热泪 他爆发出了自己生命中 最为强大的一次火焰 身躯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火球 宛如一颗巨大的太阳 他在空中照亮了整个凤天城 火焰凝聚出来的翅膀煽动着 然后猛地朝着 银甲砸了下去 银甲的表情 终于出现了一丝丝的松动 哪怕实力方面 他强出寒山佐许多 但是对方的搏命一击 即便是他也不敢疏忽大意 他在原地站定 猛然深吸了一口气 周围响起了浩浩风声 他的胸腹都胀高了许多 然后他对着前方的金色火球 猛然吐出一道汹涌的气流 风暴从他口中狂涌而出 包裹在金屋身上的层层金色烈焰 被这风暴冲击之后 竟然如同外衣一般被剥落了开来 很快就露出金屋那重伤的身躯 等金屋冲到面前的时候 他身上的火焰已经所剩无几 银甲二话不说 提刀直接冲了上去 一刀直接对准寒山左的脖子 就斩了过去 噗哧 一颗巨大的头颅瞬间掉落地面 金屋的脖梗露出 鲜血疯狂地喷涌而出 轰隆 他巨大的身躯 也直接掉落在地面上 银甲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 便无聊地摇了摇头 然后淡定地拎着长刀 朝着远处走去 似乎对于杀戮普通人 他没有什么兴趣 接下来的一切 留给他的手下即可 又或者是因为 他不敢太长时间地出手 免得引起某种强大存在的关注 指挥室内 纪长海的脸色 此时已经苍白 绝望之下的他 右手就要按在 爱之死神的发射按钮之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指挥室的门忽然被打开了 一名年轻的军官走了过来 对众人说道 诸位莫要慌张 护国军 前来支援 听到这番话 纪长海等高层 立刻扭头看了过来 护 护国军 听到护国军这个名字之后 他们的脸上露出惊喜 且如释重负的表情 纪长海的身躯 忍不住一滑 他再也承受不住 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哪怕作为东北大区的最高统帅 可再即将要发射爱之死神 让凤天城百万军民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 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还是差点将他摧毁 引甲正要向前走去 忽然之间 他耳朵一动 停住了脚步 在他的身后 原本已经被砍掉脑袋的金屋 忽然动了动 破 金屋身体的血肉炸开 寒山左从血肉堆里面爬了出来 那些异能所化作的血肉 瞬间变成一道道蒸腾的热气 冲天起 原来 他并非是自身化作金屋 而是变成了金屋内在的核心 所以 金屋所遭遇的重创 实际上 不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 但是从他苍白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他自身的消耗也不轻 引甲绕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 只是简简单单地看下脚下 随后 又绞猛的一朵地面 一颗箭柱破碎之后 飞溅而来的石子 落入他的掌心之中 引甲看着寒山左 右手将石子放在了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看他的那副姿态 俨然是要用 这颗普通的石子 结束寒山左的生命 寒山左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刚刚那一手 原本是他用来保命的 关键时刻 可以假死欺骗敌人 可是今天 这是在奉天城 他自己的老家 如果奉天城都没了 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 他宁愿站着死 来吧 寒山左大吼了一声 身上浮现出强大的异能 虽然短时间内 无法再化身金屋形态作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很弱 哦 银甲脑袋一歪 右手的大拇指 用力一挑 那枚石子 瞬间已比炮弹更快的速度 瞬间划破长空 哦 空气都激荡开来 难以想象 一名黑战车级强化系 艺人手中弹出的小石子 威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寒山左也无法想象 他伤痕累累的身躯 此时已经无法再承受 一名黑战车级艺人 哪怕随意地一下攻击 就在石子 要贯穿寒山左脑袋的时候 一只有力的大手 忽然伸了过来 牢牢地握住了那枚石子 寒山左有些惊讶地转头 看向那条手臂的主人 就连银甲 也是目光诧异地看着他 东北大区 只有一名伊普西龙级别的艺人 从未听说 有过第二人 所以 前来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寒山左抬起头 只看到那个人的侧脸 那是一名身着墨绿色军装的男人 宽大的军袍 套在他魁梧高大的身躯上 一点都不显得臃肿 宽大的军帽 遮住了他的上半张脸 只能够看到 他锋利如刀锋般的下巴 你 你 寒山左此时 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但同时内心 又无比地猛然 他根本不清楚 眼前之人是谁 只是看到 他身上那墨绿色的军装时 莫名的心安 军人戴着黑色鹿皮手套的左手 用力一捏 手中的小石子 瞬间化作细碎的粉末 流淌而下 你做得不错 接下来 这里交给我就好 男人的声音冷冷的 没有一丝的感情 却让寒山左的心里 踏实极了 忽然之间 他的脑海当中 浮现出一个名字来 护国军 末世之后 天下大变 全世界的局势 都在风云突变 弱小的国度与区域 早早就被破灭 即便是世界强国 也难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确保自己不会受到任何袭扰 战争一旦开始 周围所有人 都有可能会成为你的敌人 而对华虚国而言 更是处于 珠强环伺的环境当中 华虚国东南沿海 有着哥伦维亚的 大洋舰队在对峙 而在整个西部 与漫长的 东北部国境线附近 更是有着 诸多潜在的威胁 因此 末世之初 由原先的大军区 调派出一批 最精锐的战士 专门负责镇守北境大门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大区 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守好 华虚国漫长的北部边境线 韩山左听说过 这支特殊军队的存在 但一直以来 都没有过任何接触 没有想到今天 他们竟然会支援过来 不过这一点也实属正常 因为东北大区 便有着漫长的国境线 并且直接与两个国度接壤 其中一个 还是当今世界军事实力 靠前的福瑞蒙斯 韩山左深吸了一口气 在退后之前 他说道 兄弟 他是强化系的艺人 实力非同小可 起码也是黑战车级别 你要小心 看上去三十多岁的青年军人 文言点了点头 韩山左此时没有留下来帮忙 因为眼下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必须去做 黑白统领带着一群轻甲战士 已经杀的猛虎卫 只剩下三分之一 东北武仙战死两人 如果他再不过去的话 用不了半个小时 整个猛虎卫 就会全员被灭 韩山左离开之后 年轻军人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黑色陆皮手套 透过宽大的军帽 他黑色的眸中 迸发出射人的杀意 他迈着坚定的步伐 一步步向着银甲走去 犯我华夏疆域者 杀无赦 害我华夏子民者 杀无赦 乱我华夏铁绿者 杀无赦 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怪物 不管你们是什么东西 都得给我把命留下 中将军衔 护国军第一高手陈玄霸 黑帝专须 参上 银甲听得懂他的语言 所以银甲面具之下 露出了极为细血的笑容 那是听到小孩子狂言之后 大人的嘲弄 哥哥哥 银甲的笑声从铠甲之下传来 他大笑道 哦 那就让我看看 人类当中还有什么存在 能够让我尽情玩乐一番的 陈玄霸步伐一言 右脚猛地踩踏大地 脚下的地面 硬生碎裂开来 一股黑色的气流 从他身躯之内狂涌而去 如同风暴一般 笼罩他的全身 银甲的笑声还没有停止 可是下一刻 咔嚓 一声 他的左脸就遭到了极为强烈的冲击 脖子 以一种诡异的姿态扭曲 整个身体 都被狠狠地击飞了出去 哄 银甲直接被抛飞出去数千迷远 撞碎了一大片废墟之后 才停下来 可是转瞬之间 陈玄霸再一次杀到了 黑色的拳头 以强悍无比的杀伐之力 直奔银甲的脑门